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呼气向下 想象两腿就像蝴蝶的翅膀 均匀有力的煽动 这个动作的核心点呢 就是以坐骨为支点 上下的去运动腿部 让我们腹骨钩的位置呢 仿佛的经历挤压和松解的过程 从而呢 起到疏通周围的经络 促进这里的气血循环 让流动的能量能进入到骨盆 不仅对生殖系统 排泄系统有益 还能够拉伸到我们的臀部和腿部的经络 从而改善到下肢冰凉的问题 像月经期的女性朋友呢 也能经常练习这个动作 还有助于经血的排出 提高身体的排毒能力 如果您在怀孕期间经常的去练习这个动作 也能够帮助啊 这个分娩能更加顺利 减轻痛苦 好了 今天的养生动作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简单实用的方法 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关注美针 为您打一解或分享适合您的养生方法